自己本人是一個藝人 你居然會去追一個虛擬的明星 除了虛擬之外 我有追真人的 誰 我前一陣子很迷那個鬼怪 孔劉 他有來台灣開那個見面會 然後主持人是嬌哥 他就說 那今天我們很感謝孔劉 就是這麼久來一次台灣 我們要給你的粉絲 孔太太們一些福利 他說你錄 你講一句話 然後請他們錄下來 可以當鬧鐘鈴聲 我用到現在 真的還假的啦 我要給你們聽 我一定要給你們聽 你用到現在是因為 太廢忘記換吧 沒有 但我跟你講大概已經三年了吧 幹嘛啦 嚇到人 幹嘛轉眼睛 怎麼那麼慘 怎麼那麼瘋狂 怎麼那麼瘋狂 你應該不覺得意外奇 其實也是這位路人 我看到我老婆的影子 是不是 他每天在講 你會不會生氣... 我是無奈 因為我沒有辦法對老婆生氣 對啊 然後他會一直叫我陪他追劇幹嘛 我就說 這也不好看 有什麼要看 你說你就陪我看 然後我就勉強陪他看 我就說 他這個背景 那個素是不是假的 好解喔 然後他就說 人家這樣子拍已經很不錯了 電視劇你想要多真 還聽他講話 你說 他說 他說 你不覺得他們演得好像 好像他們演來演去都演這樣 說 不然你是多厲害 你是多厲害 你去演啊 人家可以演韓劇耶 你咧 你在幹嘛 就一直叫我妹 就在那邊不想看 然後跟他討論又要被罵 你一個金鐘的 這樣被他侮辱 對啊 都被侮辱 然後他又去參加什麼 是普寶劍嗎 對 普寶劍嘛 反正就是可以聽他唱歌 然後跟剛才一樣 他會說我愛你 然後他也在他 這樣 這樣 就花了 應該是三四千還是四五千 買門票 對 那個很貴 因為不只藝人 包含記者朋友什麼 大家都是把他當這個老公在看 真的 但我現在老公已經不是他了 又不是他了 就是我現在是五條物啊 你真的很水星揚花 五條物到底是什麼 你是動漫耶 人物 動漫的 來一點真人 玉璇你有沒有喜歡 我就只有一個老婆 但是他最近就結婚了 所以我很難過 誰 我的也是結衣啦 但是我的名字比較長 五個字的 你不是一哭二鬧 山上流牙 你真的不聊一些 Dirty的事情 我從國中就喜歡他 一直到現在這樣 他每部戲都會看 真的很喜歡他 我去日本路上 只要看到他的照片 然後他結婚之後 我還發一篇文 回憶我們的過往 你有沒有過往 那是你自己的回憶 你們沒有過往 那是你自己的 很多很多很多過往 你們展現家裡的時候 腦子很快 粉絲還會幫我跟他合照這樣子 怎麼會有這個 他P圖的啦 好像喔 別人幫我P的 好像喔 如果你不是長那麼帥 真的會想揍你 就是那種宅男的行為 我覺得搞不好 以後你們有機會 一起合作拍戲 對啊 我不知道我有那種預感 你自己想 如果今天那個玉璽連換黃燈 或者想不想扁他 褻獨女生 我自己都想打的事 對 其實你可以發怨喔 可是他已經結婚啊 就是結婚了才有可能 結婚才有可能 對 沒有結婚 也是可以活標啊 對不對 你們到底在 努力了 就這樣子學一下日文好了 人家結婚了 所以你現在買整套漫畫的意思 就是疫情期間就會想說 沒事就在那邊逛網拍這樣 然後本身就也很喜歡漫畫 所以就是有收藏漫畫 好多喔 這你收藏的 對… 這不是圖書館喔 不是 這是我自己的 結果我喜歡的我就會買整套放在家裡 好多喔 結果前陣子因為不能去買實體 就是直接用那個… 電子書 網拍買 然後結果買到盜版的 畫質很差 就畫質很差 然後紙的材料也很差 然後出版社其實也是錯的這樣 對 然後最近就是因為神之鄉 神之鄉也是一個漫畫改編的戲 所以在這邊再宣傳這樣 是 Yeah 神之鄉 說出了 所以這個是正版的嗎 對 這是正版的 漫畫改編 然後成真人在演 對… 這很好看耶 真的會很棒耶 而且卡司很堅強 再宣傳一次 對… 你有沒有覺得這件很荒謬 蠻瘋狂的 當然我自己是對電影比較瘋狂 其實我跟鄧輝哥有點像 我跟朋友看電影的時候 我對…就是在劇中直接分析 然後我是可以就是 最近因為太常看了 然後有幾次是那種 男主角就是一個眼神 我就說他爸死了 然後朋友說屁啦 然後下一幕他就說我爸死了這樣 就是我已經看到… 就是看表演 然後看劇情走向 就是看他們的… 套路 對…就是那種劇的套路 他可以分析下一秒會發生什麼 對… 然後好幾次是我朋友 就直接神氣說不要再講了 因為都講中 對… 然後我就後來就好 那我就自己看這樣 然後最近也是滿瘋狂 在追那個… 剛那個咒術迴戰 咒術迴戰 對… 我跟我同一個 那是什麼啦 那個很紅 然後… 真的很紅 很紅…最近很紅 五條巫是不是很帥 超帥… 超帥… 你一直要接到… 到底… 所以… 這要信五是吧 五條巫 所以我就因為這個豆漫 然後我就是很難得的熬夜幾天 然後到天亮 然後我就直接得胃食到逆流 其實自律的人真的會善用時間 所以真的大家這樣 都沒辦法外出 應該都很悶對不對… 我很好奇 網友宅在家還會做些什麼 細節來跟我們講講 當然除了這個耍廢之外呢 也是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的啦 所以我們這邊呢 幫大家整理出來的 總共有五名喔 包括這個… 學古人修身養性一下 或者是… 然後幫你的居家 佈置一下 佈置成一個很溫馨的地方 再來呢就是運動啦 是一定要的 然後第一名其實是最多人喔 就是說這個防疫期間 養出了很多大廚 因為大家的廚藝呢 都倍增 包括我本人 媽媽 我終於會煮泡麵了 有沒有 對 那也沒什麼 不過這陣子我真的因為 為了要煮菜 因為也不能出去 不想一直叫外賣 我就還添過了 煮魚精進對不對 很多那個廚房的用品 對 就為了跟小孩互動 比如說調麵包啊 你倒兩瓢麵粉 然後圍弄兩瓢這樣 你知道 親子時光 然後真的就覺得 自己好像滿會做菜的 就是被藝人耽誤的那個大部分 對 因為之前都沒有時間碰這些 對 然後現在剛好有時間 其實他們都很厲害 只是他們沒有去開發 是 所以這段期間其實大家 每個人在家裡面 都開發很多 以前不知道技能 真的 那你有開發什麼技能 我… 你在家都有什麼 我開發我老婆 開發那麼久了 講一些 還沒開發我 聽說可以播的 聽說你有一個興趣 我覺得還不錯 什麼興趣 玩盆栽 聽說你有幾百盆 玩都掛掉 那哪是什麼技能 因為照片 還有照片 照片就是你自己 把它變形的嗎 是… 你手捏的嗎 它是微型盆栽 然後在日本叫做母子盆栽 它大概多大 就這麼小 這麼小 這麼小 好可愛 這樣子 沒有 就小小 而且你不要這樣拍起來 好可愛喔 這麼小 對啊 就跟你一個打火機高度一樣 好可愛喔 就你要特別用心去走火 所以你的都掛掉了 對… 我最多的時候 種了好幾百盆 好酷 就大大小小不同 然後有小型有中型的 當然我沒有到大型的 這個盆栽就是跟小孩子一樣 細心照顧它 你小時候你怎麼樣把它雕塑 雕塑成怎樣 它長大可能就是 你希望要的形狀這樣 一盆貴嗎這樣 就看民家 如果民家種出來的 然後它有到那種 比如說那種小小一盆 可能就好幾十萬 好熱喔 好幾十萬 對啊…幾千萬商品 幾百萬都有 但你就這樣輕易地把它搞死 很貴耶 真的不用 其實我都是去買素苗 素苗有的是幾十塊 一百來塊 一兩百塊 然後慢慢雕 我雕好以後我就跟他講 希望你能夠陪我久一點 但是有的就不陪我 很快就掛掉了 因為你在家裡面 像小朋友會 你必須要盯他們一些 技…才藝或者是功課 像我兒子 他就要學這個大提琴 然後我本身我只會彈吉他 大提琴我是不會 但是我聽他的音 我就覺得不知道他在拉什麼 我就覺得很怪 大提琴練久了以後 他走路會變那個O型腿 對 會外八這樣 男生還好 男生還好 還好 然後我就聽一聽我就覺得 你在拉什麼不對 我就開始去找正確的 YouTuber的影片來看 我看完之後發現他拉錯 我就說你這樣不對 我來 我教你 然後他就嗆我 你又不會大提琴 你憑什麼教我 老師說這樣還對 我說你那個不對 你那個不對 這個時候還不打他這東西 沒有 我說你那個不對 我爸爸 你爸我是音樂人 我一聽就知道 你這個音是錯的 你才不是音樂人 你是陰陽人 他就不相信 然後我就賭氣 我就為了證明我是對的 我就開始練 然後後來我就拉一次給他看 我 你這是音樂人 你立馬自己自學自練 沒有那麼好聽 但是我的音是對的 因為我拿弓的姿勢是錯的 但是吉他的和弦跟那個按的那個 其實差不多 有點甚 所以我就 我音拉出來是對的 你看這樣才是對的 然後他就扶了我 後來我就變成他的家庭老師 所以我為了教他大提琴 弄到後來我也會大提琴 沒有 沒有